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之九十九的女生都会说有男朋友 女生为什么要这么回答呢 而男生为什么又要这样问呢 男生问这句话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要是对方有男朋友的时候 自己就没有必要付出太多没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时间 而女生得到的信号是 潜台词的背后就是你喜欢我 你想追我吗 所以在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想问应该如何问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问这句话的技巧 你可以跟女方说 你周末的时候是和男朋友一起去逛街 还是去做别的事情呢 记住了 这是在问她的双向选择题 也就是自己去玩还是跟男朋友去 这个时候呢 女生要是对你有兴趣的话 她会把这句话和男朋友撇清 她说我没有男朋友 前提是就是给你制造机会 希望你能来追我 要是她真的有男朋友的话 她就会说我会陪我男朋友逛街 你注意到了没有 同样一件事 用技巧来说和不用技巧来说 是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所以你学会了吗 下次要是你遇到了自己 喜欢的女孩子 你应该怎么问呢 不用说 你知道了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要是大家觉得有用 就赶紧分享给你的亲人好朋友 要是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别忘了点击关注我 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 拥有十万家的粉丝 那么请你打开头条号 再点击关注 然后再点击私信 给我发送三三 我就会把我的涨粉心得送给你哦